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整到昨天是正好这块是一个3.3 这个M头也走完了 M头走完了他愿意不愿意再往这踹一脚呢 那咱就不知道了 往这踹一脚是意味着什么呢 往这踹一脚意味着这个3.3跌破了 他就会变成一个头肩顶 头肩顶他才会往这个位置走 如果不打算走头肩顶的话 那么他将在上证应该是在这个缺口 或者补了这个缺口之后 在这个3480这块就要进行一个震荡 然后以后再往上走 用时间来消化这个死差 现在呢 上证比较可怕的呢 就是周线 要死啊 但是好在注意啊 大家注意 好在他没死 如果要是下周反弹 下周一下周二 大概率的情况是反弹 下周一下周二 如果要是反弹了 那么周线再往上走 真正的那就看反弹动能了 如果动能大 那么就能奔着这个3700点去 如果动能不足 他还得回来 这次再回来上证 可能这个缺口 还有这个3480就撑不住了 那咱们得看具体的情况 到处是走横盘整理 然后拿3480这个 就是这个区间 去化解去啊 就是这个相体区间 是拿这块的区间去化解 还是要下一个层次啊 直接到这 到34133410附近这块 到这 那咱就不知道了 那得走一步 看一步 那得看他这个 MACD这块 靠近零轴的这个速度 还有底下的成交量 如果他选择在这横盘整理 维持这种军量还可以 如果他往下杀的话 那必须得出现大幅缩量的时候 我们才能再次抛底 对于这个A股啊 这块呢 咱们先总结到这儿啊 等到咱们周日时候单独录一个A股的这个小节目 我们现在重点呢 还是看这个美股 美股呢 我还切换成是绿涨红跌 现在我们来看美股啊 美股 道琼斯 昨天没有迎来反弹 啊 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九连因 啊 我这个史无前例 不是说他的跌幅是史无前例的 那跌幅我们可以看啊 他说是这个几天啊 跌个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啊 这都很正常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啊 他一般的情况下跌这种 前一段这不就跌过一次吗 对不对 我把这线给大家去掉啊 这不就跌过一次吗 啊 百分之四点五 从高点到下来 但是呢 啊 我们可以看 他那个跌呀 你想想百分之四点五也好 百分之五也好 他这个跌是 人家就两三 就是三四天啊 就跌完了 这种大阴线多 这种小碎阴 走出圆弧顶的情况下 不多 这个大圆弧顶啊 实在是 太难看了 啊 实在是太难看了 呃 因为圆弧顶往下 要是形成的话 往下的动力呢 就非常的大 呃 而且呢 圆弧顶呢 还不好测 当时咱们认为啊 这块是 可能是我说这块 一四是一个M头 M头这东西好测 M头呢 就到这 对吧 这是他的这个颈线 跌1.48 高点到颈线1.48 那咱就往下 量吧 2.96 2.97 到这 到这呢 正好又是 匪波纳切的一个支撑 同时 刚才咱们量的这个位置 又是啊 均线的支撑 我们把这个 匪波纳切这块 给他画下来 我们可以看啊 刚才这个位置 正好又 也是他的这个 系度线 这块的支撑 那么 如果要是 这块撑住了 啊 就是在这个33 800 我跟大家说 我说撑住了 这块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拨反弹的机会 呃 我呢 也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33800 呃 33800 这个位置 到这个33 585 就是33600 这个位置啊 我做了一个优道啊 做了一个这个优道 就是优道啊 但是我就管它叫优道啊 优道 就是三倍多多 那么现在呢 已经破位了啊 明确跟大家已经破位了 那为了抄底失败了 那我也不是说满仓操啊 我也就操了 呃 差不多这个三分之一的仓位 就是我愿意分配给它的啊 三分之一 那么 它再往下跌 由于这是一个圆弧顶啊 非常不好护跌 我可能会在这个 呃 这块啊 大家可以看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 它的200天线啊 离它太远了啊 200天线离的太远了 我基本上也就不看这200天线了 我会在这33 如果啊道指意外的出现了这种 直接下杀 下杀到这个33200 这个33200点 又是整数 又是它前期的最低点 也也就是说 它往下届时呢 将会下杀 百分之4.5左右啊 就是这次下跌 已经达到百分之4.5啊 如果杀到这 我会做一次加仓啊 我明确跟大家说 我不是做一次止损啊 在这我会做一次加仓 大幅的加仓 呃 如果他把这给破了 破多少呢 再道指在这 还不能止跌的话 往下跌 再超过百分之 0.5到 0.8个点啊 肯定我不会让它到1%的 再往下 我可能就要做止损啊 可能就要做止损 为什么说这个圆弧顶啊 它不好测呢 因为啊 这个圆弧的这个直径啊 不好弄 那有的人当时就跟我说 说是你这不是花一圆圈 这不直径就出来了吗 大家可以看啊 为什么说这个圆弧的直径不好测呢 我们可以看 现在我是给大家看这个图啊 是 是圆弧顶吧 对吧 我们看它的半径 正常来说的话 啊 大概其这个半径呢 就是正好是在这个 3410到这个 3380 这块这个位置 对吧 啊 你甭管我是 这是放大一点也好啊 缩小一点也好 哎 大概其呢 都是这么一个 区间啊 咱们就说这个区间 肯定是在这 那么如果按照我现在画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 为什么我说要在这个 33200这 我去这个补仓 那么圆弧呢 也就是说 从它的 这个湖顶 到它的 颈线的位置 那什么是颈线呢 就是半径吧 就是它的半径的位置 正好 跌到33200 把这个圆弧全走完了 M头也走完了 啊 圆弧也走完了 那么到这 如果它撑不住 啊 到这 它如果要是 撑不住的话 我就要止损 但是呢 我为什么说 这圆弧不好画呢 刚才我给大家一缩放 大家就会看出来 大家看来看啊 这个圆弧 如果放大 啊 你看我放大 放到这么大 哎 这圆弧当然也不能这么大了 它由于它这个 跨度啊 不一样 啊 那那那那 你就得随之放大呀 哎 这个这块 你就得这么下来 是吧 那这么看呢 它也是一个大锅盖 那它的颈线位置呢 正好是在这个33200 这是一个 就是说你 它要破了颈线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 更大的一个圆弧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没法判断了啊 是吧 那更大的一圆弧呢 就真得到200天线去了 我们可以看啊 你要按这个颈线 要出来的话 啊 它跑200天线 下 之下去了 说这个 圆弧啊 是最不好判断的 我就最触的是这种 圆弧顶 而且呢 我们把这都删了 而且呢 这个圆弧呢 它随着你这个 你看你缩小 啊 你缩小的时候 哎 大家可以看 我把这个 大概已经划出来 你缩小的时候 哎 我们可以看 现在呢 它正好是跌到了这个 圆弧的这个 颈线的位置 啊 就是今天是 正好是跌到了这个 圆弧的颈线位置 呃 如果要是这么看来 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在这个 33200 就是前期低点的 这个位置啊 既是圆弧的颈线 又是这个 如果咱们 按这个 就是大图来看 是圆弧的一个 就是中等吧 咱也别说大图 中等呢 是一个圆弧的 相对的底部 在这个位置呢 如果它真撑不住的话 我就觉得呢 是我该止损的时候了 呃 但是呢 今天正好是四无日 由于波动比较大 我呢 就让出来 一点点时间 因为今天即使波动大 我认为道指啊 往下跌 也就是 因为它连续跌了这么多天了 也就是 一点五个点 有空间 因为我给它让出的 百分之七吗 等于是往下下跌 百分之七 那么 如果要是今天 能够收回掉 这条这个 33585 你因为 你现在早盘开始这样啊 也许开盘之后 它再往下砸 砸砸完了之后之后 突然从下午的时候 因为 在临近下午 四点 就是临近下午四点 就是越靠近这个四点的时候 基本上 三点 一刻的时候 啊 就是美东时间的 三点十五分的时候 基本上这些 做展仓的 做结算的 该平仓的 就都平完了 因为呢 如果你要在这个 三点十五分时候不平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各个全商不一样 我就不知道了啊 就是那个 博物科的这种 他们这个 具体的哪 哪个全商的什么政策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啊 因为我知道 券商大多数是 有的从 三点半 就开始帮着你平仓 你没平的 他就给你平 如果要是说 出现了这个 保重金不足的情况 呃 还有的呢 是三点四十五 但是大多数都是在 三点半到三点四十五 这块 会有一段时间 疯狂的操作 但是很多 交易员 是不会等到 券商给你平仓的 呃 包括也包括咱们的 这个散户之类的啊 如果要是 等到这个三点四十五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啊 都就能够看到这个 真正的情况 那他会不会输到 就是说 有一根大的碳底针 输起来就像这样似的啊 就像我们把这个 图 而给大家 进去 这块 会不会出现这么一个碳底针 拉起来 那咱们就找书看了 那么拉起来 还必须要拉到哪呢 我不止啊 他直接就拉回到这个 均线的这个位置啊 这块不太可能 呃 这有一个斐巴纳切的一个支撑 是一个 就是 33585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觉得他只要能 拉到这个 33500以上 哎 我就非常知足 因为呢 我这用的是 7.86 实际上呢 呃 应该是斐巴纳切 最老的书 大家可以看见 还有一个这个 0.812的支撑 如果能够上 33500 就是0.812 他只要能拉回这上方去 我觉得这就比较好 那么 有的人说说 那您会在这再加仓吗 我不会在这加仓啊 明确跟大家说 我要加仓 会在这个33 200这个 整数关口 在这 和他一个反弹 如果他在这 继续往下漏的话 我加完仓之后 继续往下漏的话 那我会 两个仓位 一并止损 两个仓位 一并止损 那就是 呃 说明 整个的道指啊 即使有反弹 也是非常非常 一个弱小的了 呃 更何况 我们可以看 现在呢 这个 他的MACD 现在迅速的 往零轴这块靠 啊 迅速往零轴这块靠呢 我估计 在这个一两天之内 也就会靠近零轴 躲过今天的 这个四五日之后 我觉得呢 他应该有一波小的反弹 呃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我说小心反弹呢 因为我真不知道 他反弹到哪 啊 我不知道他反弹到哪 呃 这么大一波下来 他反弹到这 啊 也就是说 到这呢 我基本上 就是其实到这啊 我就是不亏 到这呢 我可能还能 小有盈利 啊 或者说是 呃 或者说是 就是平处 啊 如果能够反弹到3410 我觉得呢 这块呢 我们就得看了 为什么反弹到3410 我们就得看了 我们看 他到这之后 回踩 这个位置 33500 和或者是这个 今天的这个 低点啊 因为今天的低点 是在33200 还是在这个 呃 就是现在 就是低点了 已经出来了 那我就不知道 那咱们得看 如果到这 他再回踩 回踩 会不会破 今天的低点 如果破 今天的低点 我们就要非常小心 大家应该知道啊 有一个杯柄形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 我在这给大家 画了一个杯柄形 啊 有一个杯柄形 是这样的 这样是向上的杯柄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大圆弧盖一下来 然后往上走 往下走啊 这条线 假如是一条延长线的话 那么他到杯柄形 如果把这个低点给破了 他成成一个道杯柄形 那坏了 啊 那坏了 刚才那个杯柄形 向上的力量非常大 这个杯柄形 向下的力量 就会非常大 所以说呢 我们要密切注意 这个33200 或者说今天的低点 这个位置 等他反弹之后 回来能不能破 那么至于反弹的位置呢 我觉得呢 我们就心态放平和啊 基本上就是在33800 到34100之后 他可能还会回踩一脚 啊 如果他要说是 届时有什么变化 直接有一个大成交量的往上突 那我再跟大家说 重点呢 我们这两天呢 还是要关注这个 呃 标 这个道指 啊 因为纳指呢 前两天呢 出现了一个强势的突破 呃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纳指往下跌 一是似乎有关 二一个有可能会被道指带下了一点 带下了一点呢 我们不用太多的担心 重要的 我们这两天盯住了道指 只要道指能够好啊 应该是纳指和标普就会继续推高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播播到这儿 今天是四五日 大家呢 千万要做到的就是 多看 少动 这种波动 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不要说是 太跌了 我们跑了 跑了之后呢 到最后来回来去割肉啊 你割到地板上了 实际上呢 是应该加仓的时候 那那就坏了啊 那就坏了 但是呢 我们重点呢 还是要具体的观察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播放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简单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